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来讲一下冷截纸和皮染线的主动方法 首先用到的工具是无水酒精 无橙子 切割刀 米勒钳 和剥皮染线的工具 然后拿出我们的冷截纸 将它拆解开来 然后我这边有一根皮染线 拿一个罗帽 从皮染线一段套路 拿着我们处理这一端 可以用剪刀 你们也可以用专专门的过皮染线的工具 然后取出我们公司的定长线 让它卡在里面 好了 现在我们把表面的涂屋层给去掉 这时候的表面是非常脏的 然后我们拿出一张无橙子 沾点酒精 将表面擦干净 切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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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端面就已经处理好了 然后拿出我们的黄柱体 放入黑色柱体当中 将它这样扣住 现在我们要将这一端 将光线的对入黄柱体当中 对接时候要小心 尽量保持干净 然后将这个皮染线大概 扣到这么多这个位置 然后呢 将这一段 钻紧 好了 这一段一边好了 然后呢我们拿出另外一根皮染线 同样的做同样的处理 整个过程呢 尽可能注意周围环境的整洁 因为呢 组装这过程呢 如果说周围环境比较费成比较大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好 现在我这个端面已经这个光线已经处理好了 然后呢我们同样要将它对应这个黄色柱体当中 然后呢后面对对路呢 要稍微有点注意的地方 因为它这边 因为它这边 这根光线呢 已经大概对到这个位置了 V型淘汰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对进去的时候呢 肯定会顶到 我们必须要把它顶到这位置 就对进去的时候呢 慢慢对进去的时候感觉一下 到底了 到底的时候呢 这根光线呢可能会有一点未完 那就说明了它已经到底了 到底的时候呢 我们拿出刚才拆下的这个盖板 然后呢将它扣进去 注意方向 扣了之后呢 就里面就已经对接完成了 现在要注意外面这个动作 小心不要扯断了 然后将这个罗帽呢轻轻钻进去 钻紧即可 这样就组组完成了 那如果说你在组装过程当中呢 出现失败的情况呢 没有关系 我们的冷戒指是支持重复组装的 就是同样道理 将它重新拆卸开来 就可以进行重复组装 拆手要注意小心一个地方 就是光线起来 不要把它弄断了 这样就可以重新组装了 好了 我们接着的批断线组装方式就在这里 今天我来这边讲解一下0.9圆览 0.9圆览和冷戒指的组装方式 首先我说一下我要用到的工序 酒精棒里面装一些清洁的污水酒精 然后呢些许无参值 然后呢是一把切割刀和明乐钳 然后呢尽量保持周围的环境的整洁 无成 好现在我来讲解一下 组装方法 首先呢我们拿到我们公司的产品 拿到好之后呢 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产品拆卸一下 然后呢再将里面的盖板 盖板拿出 好现在就可以开始去装了 我这边有个0.9的圆览 我们呢先用一个螺谷 将一头 装进去 装进去之后呢 拿出定常器 然后将线呢 卡在定常器里面 然后定常器的槽这边呢将外面这层 外皮 轻轻过去 然后再将里面的涂屋层轻轻过去 然后用酒精 无参值打一点酒精 将表面呢清洁干净 然后对齐 放到切割到上面 处理端面 好了 现在这个端面已经被处理过了 然后呢拿出我们的主体 将它卡到这个黑主体里面 卡进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组装进去 它这边呢有个孔 将这个0.9的呢 轻轻的对进去 注意 要小心 然后呢对到底 然后将后面的螺母转紧 好了一头已经组装完了 现在我们来处理另外一头 打出0.9原来的另外一头 同样的呢将螺母 装入 装入 然后 将外皮剥除 涂屋层部除 清洁表面 装入冰糖剂道中 然后呢 切个刀 切个断面 然后呢将这一头呢对进去 要小心 要仔细小心 然后对到底 掉起之后呢 我这个时候就拿卡 可以拿出这个锁扣 将这锁扣呢扣死 注意方向 好了现在这一头就已经锁住了 关键就锁住了 然后再将螺帽 卡死 好了0.9的人接纸 就这样组装完成了 如果说大家组装完之后呢 还要重新组装的话 我再讲一下什么重复组装 重复组装也很简单 就是重新把这个东西重新拆卸下来 然后呢将里面的 主体拿出 然后呢将这个盖板呢打开 就可以 就完全拆开了 这时候呢就可以拿去重新再组装一遍 好了我今天这个0.9原来的冷戒组装方法 就讲到这里